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感情上 她的作风更是让人直呼潇洒 三次结婚 两次都是做的张若云的后妈 中途和张黎导演的爱情也是无比的痛快 很少有女星能够做到像她这样 相爱结婚 博爱 火速离婚 一辈子都风风火火的刘备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 一起来看看 刘备的性格跟原生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 她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 也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父母对她颇为宠爱 可谓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她喜欢戏曲 父母立即送她到戏曲学校 那时候的刘备是家人捧在手掌心的宝贝 也是老师喜欢的才女 不过 刘备从小被娇宠 去学经历的时候就总是偷懒 老师让她多练习 她见老师一离开 就偷偷躲在一旁玩耍 18岁是刘备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原本她是要进入到剧团里实习的 偏偏有个人的出现 打破了她的规划 有一天 她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 突然有个男人跑到她身边 想要跟她搭讪 刘备已经想好给对方一拳头 还未动手 对方突然开口 小姑娘 有人想找你演戏 你看行吗 刘备当时的想法是立即拒绝 而一旁的妈妈看到后就鼓励她去演戏 说对方是话剧团的 不是坏人 对方一番解释后 刘备才明白 对方在拍摄《格萨尔王》 需要找一个个子高的女演员 他们看到刘备的照片后 就觉得她十分合适 刘备一心软就答应了 没想到被剧院里的人知道后 很多人对她指指点点 说她在外面接私活 这件事情惊动了上面的领头 经过商议决定给她一个处分 以平息学员众怒 对于当时来说 一旦背上处分 意味着一辈子抬不起头 刘备一想 自己何必要受这个委屈 于是果断离开了剧院 独自出来奋斗 后来她被葛优看上 进入到编辑部的故事剧组里 这部作品播出后 刘备小红了一把 而她和风小刚 葛优等人 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就在刘备以为自己要大红大紫时 她又在叠血嘉临江拍摄时 发生了意外 出门吃饭时 一群人打架 伤到了坐在一旁的她 她当时已经面临着 被取眼球的风险 刘备一咬牙 要求医生保住眼球 她宁愿不打麻药 硬生生地停过了一夜 刘备把眼球保住 她没有责怪剧组 反而去道歉 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拖延拍摄 这样明示里的刘备 获得当时无数人的认可 大家都愿意结交 她这样直爽的人 不久后 刘备在另外一个剧组里 结识到了 一婚丈夫张健 1993年 张健已经是 京圈里的房地产大亨 她也投资过很多的电视剧 而刘备所参演的一部京都济世 也是张健投资的 刘备当时还没有恋爱过 第一次遇到张健这样整天对她嘘寒问暖的男人 难免动心 不过 此时的刘备并不知道张健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儿子在老家 两人恩恩爱爱的时候 刘备还曾幻想着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刘备面对张健的求婚感到很意外 我都还没了解你怎么结婚 两人恋爱不到半年 对方就对她求婚 这样她有些心有余悸 张健第一次求婚 刘备没有答应 但是后来刘备拿到菁英配角奖后 又突然改变想法 和她领证了 那段时间刘备很忙碌 一面要照顾家庭 一面又要去剧组里拍戏 最让她烦心的就是 张健还有一个亲儿子在老家 两人要时常回去看孩子 张若云那时候的性格还很内向 不喜欢和人交流 第一次上门室 刘备主动跟她交谈 她却一个人跑到院子里躲着她 刘备知道 别人的孩子自己是养不熟的 所以她没有让张健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住 或许因为这一点 长大后的张若云对她也是不冷不热 张健开公司经常要加班开会 刘备的资源不断 她每次进入剧组 就会好几周都不回家 两人一年到头 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 二人结婚纪念日当天 刘备早早回家准备好饭菜 可是丈夫却工作到天黑都没归家 张健 你到底回不回来 刘备打电话给张健 得到的是委婉巨穴 这一夜刘备想了很多 自己真的幸福吗 自从和张健结婚后 两人对未来并没有规划 甚至连交流都变得很少 与此同时 张健在外的绯闻也不少 经常有人传出 她和某某个女性之间暧昧不已 这让刘备对这段爱情 渐渐失去信心 另外一边 有个叫做张黎的导演 也在疯狂地追求刘备 张黎和张健不同 她是一个情场老手 喜欢用花言巧语逗女孩开心 其实那时候的刘备是因为愤怒于不幸的婚姻 才会让张黎有机可乘 所谓的复阴而抱扬 就是说的张黎这种人 表面对你情意绵绵 实则并没有付出过真心 有一次刘备独自开车回家里 张黎就拦住她 要送她回家 这时候的刘备还没有离婚 她不想和她传出绯闻 但是张黎却很嘴甜 说刘备是她自己的心上人 看到心上人一个人孤单回家 万一出现意外 岂不是让她后悔 在她的温情陪伴下 刘备和张健的婚姻变得岌岌可畏 2002年 刘备还是和张健提出离婚 对方的挽留 没有让她停止追求新爱情的脚步 离婚第二年 刘备和张黎进入了同一个剧组拍戏 两人在剧组里经常打情骂俏 或许是真的有着一段缘分 老天爷让二人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当时青岛出了飞点 十分的严重 很多人都被隔离在家 刘备和张黎当时因为比较熟悉 所以住的地方不远 被隔离的这段时间里 张黎经常找刘备聊天 两人戏没拍完 就火速确定恋情 一次吃饭的时候 同桌的有一位漂亮的女星 张黎见到后想要去搭讪 刘备看到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问张黎 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张黎随口一句 是老婆 让刘备彻底动了再婚的念头 恋爱不到一年 张黎和刘备踏入了新的婚姻中 刘备性格直爽 是个眼里无法融沙子的女人 而张黎时常有绯闻传出 两人的爱情又能维持婚姻多久呢 果不其然 刘备在还孕期间 张黎就和另外一个女演员 闹出了同居的绯闻 据悉 当时的张黎和小宋家 已经多次被拍摄到过夜 不过 那时候的小宋家 还没有什么名气 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了刘备身上 刘备知道后 大哭了一场 她怨恨张黎的背叛 但她没有想过挽留 而是直接提出了离婚 一个人带着儿子 这段感情也是真的伤透了她的心 以至于许久都未走出 离婚多年 张健听闻刘备再次遭遇婚姻不幸 心里却生出了一股怜惜之情 她想要主动联系刘备 却又没有机会 直到有一天回家时 她看到刘备的身影 经过了解才知道 她和刘备的家只隔两栋楼的距离 是在同一个小区里 这样的缘分对张健来说 真的是妙不可言 张健回家后有些开心 就喝了一点小酒 当晚就给刘备打电话 或许是她的安慰 让刘备感到了有一丝的温馨 之后的两人又频繁地联络起来 不久后 有媒体拍摄到张健和神秘女子一起吃饭 疑似新恋情曝光 经过媒体的深挖 这个神秘女子就是她的前妻刘备 一时间 这则消息掀起了热浪 大家纷纷质疑 刘备说的都是假话 原来在第二段婚姻失败后 她曾做客访谈节目 在里面表示 和前夫之间会保持好距离 不会再有新的进产 那刘备是怎么想的呢 她从来不觉得和前夫复合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两人在相约之间 又找回了当初那种甜蜜的感觉 当时张健提出复婚 刘备没有考虑就答应 她觉得自己竟然想要再爱一次 步入婚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是有一个人不太高兴 那就是张若云 她对刘备还有一些心理阴影 不太想这个后妈来到家里 只是这一次的刘备 并未像以前一样排斥张若云 反而对她说了一番道歉的话 年少的时候 刘备的想法很极端 看到张若云就会觉得自己是 抢了别人的爱情 可是渐渐地她才发现 无论父母做出怎样的选择 孩子都是无辜的 对于张若云 她也能够把她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了 就这样 刘备带着儿子再次进入了一个大家庭 和张健生活在一起 再婚后 张健对刘备比以前更好 她每天工作完成后 会早一点回家和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期间好几年里 刘备和张健 张若云都能一起吃晚饭 也是那段时间的相处 让张若云放下过去的恩怨 开始把刘备当成妈妈对待 每次到节日时 她都会送一些小礼物 或者是发祝福语 这些小小的举动 让刘备感到很幸福 也有点愧疚 只是随着张若云的事业大好 有了恋情后 父子二人的关系又进入新的冰点 张健想要凭借着儿子赚大钱 张若云却想自己去奋斗 不再跟着张健 没想到转头 张健就让儿子吃了一个闷头盔 张若云结婚的时候 刘备和张健都没到现场 有人猜疑是刘备也知道 张健坑儿子的内情 所以才不敢到现场 觉得有愧于他 过往的恩怨到底是怎样的 刘备已经不想去管了 他只想好好地过好余生的岁月 只是张健再次闹绯闻 让他有些忧心 这两年一直有人传出 刘备和张健再次离婚 但他本人却从未官宣苦 或许躲起来过低调生活的他 已经看待一切 懂得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给人家庭就能读起来